我們上禮拜一介紹完十科後 這禮拜就要進入到第十章 化學氣象成績 新移 之前已經介紹過什麼叫新移 化學氣象成績代表氣象就代表 成績的潛區物recursor 是起的 然後呢 所謂化學就是它的潛區是利用化學反應來形成膜 它的膜的產生是利用化學反應可以跟著在晶電表面上附著移動 然後形成化學反應後 變成固態的膜 那CVD呢 絕大部分 大部分的CVD 很多是來澄清界電子 也就是絕緣成 但實際上呢 在現在的半導體技術裡面呢 無論是金屬 或者是絕緣成 甚至半導體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CVD來成績 CVD是被動的非常廣泛的一種成績方法 相較於PVD 物理氣象成績 物理氣象成績之前也介紹過 主要有兩種 一種叫做劍度 一種叫針路 PVD 物理氣象成績 一種叫做劍度 就是靠 什麼呢 鼻子去通緝把材表面 把你要讀的材料呢 從把材撞擊出來 然後附著到晶電表面 只叫劍度 也是巴的 那針路就是利用加熱 讓它蒸發起來給你一個針氣 然後增進揮發上去之後呢 沉積在我們晶電表面 這叫針路 那基本上PVD呢 現在絕大部分都只用在金屬材料 PVD目前大部分都只用在金屬材料 在 BLSI的世界裡面 而絕塵基本上都是使用CVD 啊 絕塵都是使用CVD 啊 所以絕大部分的代言群 都是使用CVD來成績 那還有一種呢 沉積的方式除了PVD CVD 還有這個叫做Spin Toning Spin Toning的話 呃 Spin Toning它的做法其實就像是光組 就像光組一樣 是先將你的材料 利用有機物化水溶劑溶解在一體裡面 然後呢 再像圖布光組一樣 用到金屬表面旋轉均勻分布後 再加著 蒸發那些容器 然後只留下固態接近值 好 那這個呢 現在比較 呃 基本上只有光組在用 在BLSI裡面這種做法不常見 反而是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物在業者可能有用到 不過 技術的物件比較 幾乎可以用到這個 那 薄膜的成績最care的是什麼呢 最care的兩個 第一個 是我們在填充的時候 在薄膜成績下面的時候 一般薄膜在成績的時候 晶圓基本上已經不是一個平坦的表面了 通常商品間有圖案 有圖案代表什麼呢 有高高低低的形狀 那在形狀的形狀之間呢 就會有孔隙 有空洞 尤其像ERSI 原件做得很小 圖案畫很小的情況下 孔洞的間隙也很小 那薄膜在成績的時候 就希望薄膜可以填充進去 填充進去 不要留下孔洞 並且 那個 填充進去之後呢 希望最後的表面要是平坦 這是CPT的目的 它就去到這兩個 那 傳統接電子浮墨呢 基本上 接電子浮墨我們最容易到的就是SRIO 整個6SRI裡面 最常見到的圈層就是SRIO 而SRIO要出現 有兩種辦法 在加瑞製程中講過 SRIO 可以利用熱氧化 熱氧化 成長浮墨 這個生長就代表什麼呢 你會消耗掉你自己的吸吸板 氧原子跑到吸吸板的時候 會跟吸氧化 變成氧化性活化 後來的氧會這樣呢 融進二氧化性 擴散到下面吸表面 再繼續氧化 所以呢 二氧化性的原材料吸是從吸吸板裡面的 一樣是外含的 所以一邊氧化一邊會消耗吸吸板裡面的吸 那這種叫做成長 生長 弱 也會用到自己吸板表面的材料 那還有一種沉積 沉積是什麼呢 不論是吸的氧 都是從外來的 不會消耗掉你的吸吸板 那換言之 我要沉積二氧化性 下面要不要吸 不一定要吸 下面就是石頭都可以 我下面是玻璃也可以 我下面是可以其他任何種材料 只要看那裡的溫度 都可以 因為它的生成 完全不需要用到吸板的材料 所以薄墨的成績跟薄墨的生長是不一樣的 生長代表什麼呢 如果用到底部的機場 成績是整個薄墨的原材料都是外含來的 不會用到下面的機場 這就是成長跟成績的很大的差別 因為整個吸吸板 熱的一開始的時候之後出來 後面的情況下要不要沉積二氧化性 如果通常下面看到的材料都已經不暫時吸了 而且二氧化性能夠熱成長的話 溫度太高了 大約到八九百個以上 那基本上現在變二三四十都走向低溫化的製程 熱成長的缺點是溫度太高 但優點是高溫長出來的品質 而成績出來的品質沒有高溫化 成績出來的品質沒有高溫化 成績出來的品質沒有高溫化 一般的話 你即將成績成績二氧化性 大約都落在七八百度左右 可是你用成長的指高達到一千度以上的話 花的可能會比 六七八百度左右成績算有多的品質 所謂的品質就是什麼呢 主要是一種類型的 第一個 二氧化性代表一個新配燃的燃 這叫做化學積量 那你在成績的時候呢 每個細思碰到兩個燃不一定 第二個是結構 結構的主張 就是元素跟元素之間 間諜的角度和間諜的長度 這些都會平常到所謂的平行 那二氧化性這個界線紙呢 主要是用在什麼呢 多層金屬連接線中的隔絕層 Issolution layer 因為電子原電子 就將很多的電子原電子製作出來之後 要用金屬連接線的短度 而金屬連接線跟連接線 彼此之間更開來 靠的就是絕圓層 二氧化性來絕圓層 那除此之外呢 在MOSPET的時候呢 為了形成 所謂的第一摻雜的LTE 會用到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MOSPET MOSPET的摻雜形狀 早期的MOSPET 是GATE下面就是SOFT DRAP 下面就是SOFT DRAP 但是這個做法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早期的SOFT DRAP 這個很深 就N區很深 那代表什麼呢 它側向擴散也會很嚴重 那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N-PLUSPET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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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落在加選的地方 PN的界面處是 恒向電廠最強的地方 而這個恒向電廠最強的地方呢 會引發什麼呢 會引發所謂的 熱宰子的 Hot Carrier 的硬碟案來檢選 碰撞有力 因為橫向電廠太強了 導致宅子在移動的時候 電子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會發生很高的碰撞 高的碰撞就會將金額撞壞掉 原件會劣化掉 那為了降低這個效果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就要降低這邊的橫向電廠 可是電壓是固定的 假設你的電壓沒有下降 你要如何降低橫向電廠呢 要不然就是把濃度打個帶一點 但是濃度一打帶一點呢 這個電子就會升到 因為半導體的電阻值跟它參長很多有關 Soft Drag的地方呢 我們不希望它的參長濃度濃的話 就是希望它的阻值要小一點 電流才會大 所以我們不希望將整個N- 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希望可能可以做到 Sort Drag的 Junction 只有一部分是 只有一部分是N- 那後面才是N- 代表我們最靠近通道連側的濃度淡一點 讓它很像電廠下降 而旁邊那才是高濃度的栽主 讓電阻下降 左右兩邊的高濃度是為了電阻不能開刀 而旁邊這裡要變成N- 這個要是要降低 Pn Junction的接電電阻 為了降低電阻 所以這個就稱之為 Lightly Dog的Soft Drag 簡稱LT 輕殘雜的Soft Drag 為了改善才到底 但是輕殘雜的Soft Drag 怎麼做呢 輕殘雜的Soft Drag 是怎麼做到的 基本上它是這樣子 輕殘雜的Soft Drag 怎麼達到我這種製成呢 它其實就是分兩次的離子固執 怎樣兩次離子固執呢 我們的Gate形成之後 Gate形成之後 我可以先把一個輕殘雜 先把N-打進去 這時候就代表N- 然後呢 我再沉積一層絕圓層 沉積一層絕圓層 沉積一層絕圓層 沉積一絕圓之後呢 然後呢 回10顆 乾式10顆下來 我前面講過 這樣的做法就會導致什麼呢 後部這裡吃沒了 這裡吃沒了 但是側面 還會有 X-R2-R下 這個 這個側面間隙 這個就稱作為 Cyluspacal 就稱作為 Cyluspacal 然後呢 這個間隙力吃出來之後呢 這時候就可以代表 第二次的離子固執 這次的離子固執就可以 可以打N-pac N-pac N-pac 所以在打的過程中 被間隙力遮住的地方 你彼此不彼此就打不進去 旁邊如果要露出來的地方 就打進來 所以就會再打出第二個N-pac出來 N-pac出來 然後最後再離熱退火 最後的受罪行動就會長這個樣子 行動就會長這個樣子 受罪行動就會成這樣 就會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LED 那它就需要去連成 把離子固執打的位置 藉由這個 spacer呢 你可以控制這個spacer 做大的N-pac 都打得遠一點 這個spacer再一點呢 這個N-pac就會打得近一點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 絕圓層呢 除了在金屬連接線之間的隔絕之外 側地通間層 就是spacer 可以弄來大N-p-p 那還有是什麼呢 鈍化電鍵層代表什麼 當你整個原件做完之後 你要把它保護起來 也是不絕圓層 把這個原件封住 或是把整個電路給封起來 覆蓋 用來隔絕什麼呢 隔絕外面的污染源 用來隔絕外面的污染源 它還可以免受 濕氣跟移動離子的化學損傷之類的 就是保護層啊 做完之後 需要保護層 保護層 絕圓層有它有多的功能了 這地方就第一次講 絕圓層有非常多的功能 這些都是它的功能 大家可以各自自己去看 這只是它的用途 但是我們這一章節主要是要講什麼呢 講這個絕診怎麼成績 只是它在之前那些玻璃巴做的一大會 告訴你它有什麼用途 它有什麼用途 但我們的重點是 它的成績過程是什麼 這就是MOSPEC 一個CMOS的補面吸附 一個P晶圓上面有雷晶層 雷晶層就是為了 怎樣呢 確保品質好 你的C可能的金格是好的 然後呢 同時要做PMOS跟MOS 你就需要一區全部大層是P的濃度 一區全部大層是N的濃度 在N的Wave裡面可以做PMOSPEC 在P的Wave裡面可以做MOSPEC 然後呢 第一層原件MOSPEC做完之後呢 會有第一層覆蓋層 第一層覆蓋層改蓋上去之後 記得開金屬連接線把CMOSPEC打開來 金屬罐進來之後呢 接著再封第二層絕圓層 第二層絕圓層覆完之後再去去打CMOSPEC 一層一層的拉出來 每一層金屬跟一層金屬之間呢 都會有絕圓層隔開來 這個絕圓層可以隔開 下層金屬跟上層金屬一個絕圓 這樣子 然後等元件全部做完之後呢 又會有一個鈍化層 這個鈍化層呢 這個鈍化層就是把整個元件縫住 還有一個單化系 單化系是機械硬體比較好 就是你去磨它 不過它比較能夠耐個主管 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呢 很多地方都有絕圓 STI自己本身這裡就有絕圓 前輩講過好幾次了 GioChange還有Cellation 把洞吃出來之後呢 要填進絕圓層進去 就要把二氧化層給填進去 然後MOSPEC的CyberSpace的側面呢 也會有R3 然後封住元件的R3 還有MATO跟MATO不同層金屬之間 也有絕圓層 以及最後封裝起來之前也有絕圓層 整個電路封住 處處都有絕圓層的需要 那現在來介紹名詞 這個 每一層金屬跟一層金屬之間 隔絕這個絕圓層呢 可以有兩個名字叫做ILD或是IND 名詞不重要 一般我們在講ILD講IV 都是絕圓層 什麼絕圓層呢 所謂的ILD指的是 Inter-Late-Direction Inter-Late就是層跟層之間的界限層 英文非常奇怪 ILD就是Inter-Late-Direction 那ILD是什麼呢 Inter-Late-Direction 其實它意思都是差不多 只是一個叫做層跟層 一個叫做金屬跟金屬之間 其實都是廢話 都是廢話 就是一個 就是一層絕圓層 又來隔絕每一層跟一層之間 只是在後段 後段的製程當中 每一層都是一個金屬層 那隔絕金屬層跟金屬層 要的就叫它叫ILD 要的就叫它IMB 都可以 無重要 無重要 基本上呢 界界層可以有非常多層 那這也是一個舉例 所以至少會有一個死層還是什麼的 這些都不重要 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電力也間 會需要不同的層數 這個數字便有什麼 你會看到像這裡 遠近座最下面 可是它需要很多的金屬連接線 只要你的電路連接線越複雜 你可能就需要越多的層 你就像可能說 你就像可能說 如果下面每個電梯體 每個電梯體 每個電路跟電路之間 就要來很多個城市 而你每個城市跟城市之間 你又要有連接線可以到達它的話 你就需要很多高速公路 從某一個圓件 到另外一個地區的圓件 你就需要 在某個層裡面 建立短路通道 而另外一層 又會有另外一個短路通道 所以你的電路 如果設計得很複雜 線路很複雜 你如果在一層裡面 完成所有的通道 那就很容易造成 某些金屬導線 跟金屬導線 會不小心短路道 但是你不想要跟它短路道怎麼辦 你就只好在不同的金屬層 去做連接線 比如說 舉個例子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今天有一個反向型 我就舉個最基本的例子 一個反向型 這是一個反向型 然後反向型的通道 會接很多的 在裡面的所謂的 Ring oscillator 震盪性 就是這樣 要切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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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這裡的OPLE 要跟這裡的OPLE 短路 這裡要跟這裡短路 那假設我今天電路 密密麻麻的 我要在做短路的時候呢 就想看這個反向型 不要 這反向型的確定不好 我用一個電子學的一個例子 例子 我用一個例子來講 插動放大器 今天我講說我有一個四級的插動放大器 然後呢 我有INPUT 這裡是我的INPUT 然後呢 我這裡有OPLE 這裡有OPLE 這個OPLE 要接到下一級的插動放大器 舉例 然後下一頁有電流警 這樣子 你看 我光是在畫這個金屬的連接線的時候 比如說這裡要切過來 兩邊的BASE 要接一個金屬 各自拿過來當個連結 兩邊的OPLE 要接到下一級當金屬 而這兩邊呢 這個裡的CLICK 又好像接這個金屬 如果今天 你今天每一個都是一個圓件 都是一個不利的圓件嘛 接著我要開始做金屬的連接線 比如說這裡的金屬 要跟這裡的連接線 這裡的金屬都拉在一起 可是這裡繼續要在 你拉一條去拉到下一個的BASE 這裡要拉一條去拉到下一個BASE 而這裡有一個可能 可以讓我往上 繼續拉到 拉到 電源 VCC 那請問 你看我連在畫的時候 都可能會碰碰它 故意要畫一個詩語圖說什麼呢 沒有短路 對吧 那 畫電路我在 你連接線過去 這裡有一條狼線 你就要出沒有短路 你就要這樣畫 代表我沒有短路 對不對 大部分電路你們看到 上面的金屬 金屬導線 或是畫輪線 面液嗎 都很多這種跳線 有沒有 可是呢 今天你能夠把所有的元件 在一個平面做完之後 所有的元件可以 每個金屬在拉的時候 它可以完全跳過去嗎 你就想在金融介入製造的過程中 怎麼能拿到這裡跳過來 請問 這裡是一條導線 這裡是另外一條導線 如果他們兩個導線都在一個平面上面 那是就短路了 所以怎麼辦 只好呢 第二層金屬做這條線 然後第三層才做這條線 那因為這個在二樓 這個在三樓 那他們兩個就 所謂沒有短路在一起 就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很多 很多金屬層 因為你的元件做得很密密麻麻的時候 你在做金屬連接線導線的時候 你在電路上面他們是沒有短路的 可是在二樓的平面上面 很多金屬導線在二樓的平面上面是互相交錯的 可是實際上他們彼此有沒有碰到的短路 是沒有的 那在機體電路的製造過程中 如何實現這種 平面上看起來好像會 overlaid 但實際上不短路呢 就是想辦法讓不同的金屬走不同的樓層 不同的金屬走不同的樓層 但這樣子金屬跟金屬之間就不會短路 連接線跟連接線之間都不會短路 所以呢就需要製造所謂的 這個interméco layer就是剛才講的IoD 每個決定就是要隔開每個層金屬跟每層金屬之間要隔開來 好這是一種概念 而這章節告訴大家我們就是使用化學氣象成績來完成這件事情 所謂的化學氣象成績是什麼呢 Faicor點的精選值的是 我是利用氣態的原材料 讓它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嚴格說起來是一個利用氣態的化學原材料 在晶圓表面產生化學反應 這裡很重要喔 我的化學反應是要在晶圓表面產生喔 不是在空氣中產生喔 原材料是氣體嘛 衝進這個腔底的時候 我們是要在哪補助在晶圓表面才會生成反應 如果你在腔底的空氣中就產生反應呢 它就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微粒無然 就產生固態的微粒無然 所以重點是 其他的化學原材料是在晶圓表面 才產生化學反應 並且形成一個固態的副產物 那這固態的副產物就會變成形成一個活副生 那其他的晶圓副產物呢 就會從晶圓表面離開 只留下活副 好 這樣子 這張表列出了我們比較常見 使用新一來神經的幾個材料 半導體基本上 基本上目前BarySize用的半導體主要有兩個材料 一個就是C 一個就是Germanian 在45nm的時候有了C折 英特爾在65nm就開始用11.9倍面 不過在此之前呢 會成這些半導體主要都是C 那C分量總是一種是累積的 一種是扎積的多型系 使用Gate 在Warsband可以用的多型系 那只要是C的話 看的來源大部分都是C碗 或者是什麼呢 像是三綠細碗之類的 就是碗類什麼呢 塞類 耐骨塞類 吞骨塞類 跟這種 就是 細的綠氫化合物 細的綠氫化合物 SI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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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 介電子呢 不外乎分為什麼呢 阿塞跟Nitra 阿塞跟Nitra 以及介入阿塞跟Nitra之間的 阿塞跟Nitra 阿塞就是SiH4 當然是SiH4 阿塞就是SiH4 阿塞就是SiH4 就是SiH4 就是二氧化系殘的蛋 那還有所謂的LowK是什麼呢 這些LowK呢 這時候大家要知道 一般我們講的二氧化系 它的相對的絕對程度是3.9 比3.9這個材料高的絕對程度 我們稱之為HighK 比3.9的介電上速還要低的絕對程度 就稱之為LowK 而 Nitra呢 它的K值大約是7.5左右 所以Nitra本身就是 HighK 代表什麼呢 代表二氧化系只要參了蛋 它的K值就會變高 所以阿塞跟Nitra也算是一種HighK 純的二氧化系只有3.9 純的氮化系只有7.5 那阿塞跟Nitra也算是 3.9到7.5之間 大概都落在 4點多左右 那如果K是比3.9還要低 什麼材料可以比3.9還要低 一個就是空氣 空氣的相對接電場就只有1 那可以有一種材料叫做空氣嗎 不是 應該是這樣講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 花了挺好的二氧化系 我的基點材料叫做K值4.9 可是如果結果的成績出來這個 葡墨呢裡面很多空氣 或者是結構跟結構之間很鬆散 結構跟結構之間越鬆散就代表什麼呢 裡面二氧化系的原子數要更多 那就代表什麼呢 孔系比較多 越鬆散的話K值就會越低 這第一個 因為空氣的絕對接電場出是1% 那還有是什麼呢 參否進去 SIOF 參否進去會讓K值下降 所以一般來講 Lok 要嘛就是裡面含4 要嘛就是什麼呢 要嘛就是它的結構跟鬆散的二氧化系 結構跟鬆散的二氧化系呢 它的K值也會比較低 那既然是介電子 你要有細 要有一樣 要有大 那它的每顆色原材料有什麼呢 氧化物的細的來源呢 基本上跟多金細的 跟成績細的來源一樣 都是假亂主流 大部分都沒有用到假亂 我才會用到綠化物 因為用到綠化物的話 細跟青的間接很多 但是細跟綠的間接 比細跟青的間接還很強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是細跟綠的間接的原材料的話 你要讓它四次裂解的話 你需要能量更高 你需要的溫度也會比較高 就是要發生化學環境的溫度也會比較高 因為你要靠溫度去裂解它的間接 所以一般呢 二氧化系都不會用到西綠貓 通常是使用加萬 那氧的來源有什麼 可以用O2也可以用N2O 它一個就是Tios Tios有什麼四乙氧機 Tios本身自己就是 就是細氧化物 細氧化物 那阿斯奈特的蛋什麼來源 蛋可以從N2來 也可以從NH3來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的氣體 是只有夾彎、氮氣跟NH3 試得出來的種子也是氮化系 可是如果你是什麼呢 如果是3N加N2O或加N5 出來的就是二氧化系 用Tios也是二氧化系 而如果你掺的氣體 是二氧化系的氣體 但是又配上了N2跟NH3的話 它就會讓你 曾經出來的二氧化系裡面 還會掺漲的蛋 然後淹附進去 那就會變成了阿斯奈特的 SIOV 除了這些之外呢 接著來講金屬 金屬目前看到為止 你會用到CDD的 主要其實就只有這三種材料 烏 湯 湯神烏 因為六佛化骨是琴 六佛化骨是琴 所以可以用烏的話可以用CDD 那當然它的吸泡物也可以 你只要六佛化骨 再加上材質 再加清氣 也可以形成WSI度 那還有一種就是碳 或是氮化汗 這個也可以用CDD 那最後就是銅 只是下一個大多數是電鍍 比較少用CDD 都是用電鍍 通常會CDD是一種薄薄的中止層 然後再電鍍上去 就是先代表面有成薄熱的頭 然後接著再去用電鍍法 再來成績更多的頭 接著來講CDD整個的流程 CDD整個反應的過程是怎樣的 首先第一個 你也有準備一個槍體 整風防這個槍體會 在低壓的反應器上操作 所以會有一個抽真功的防部 要在低氣壓反應操作 在低氣壓的反應下 你先將這個原材料 它是氣體的 通進這個槍體裡面 通進這個反應槍體 通進去之後呢 原材料就開始擴散了 並且呢 怎樣呢 通到芯片表面 它就開始到熱槍體然後產生擴散 然後最後呢 附著在晶片表面 附著在晶片表面之後呢 它要吸附在表面 它要先吸附在表面 跑到擴散到表面 吸附之後呢 接著因為你會有溫度 基本上你的槍體沒有溫度 所以吸附的原材料呢 在晶片表面的情況下 它就會開始產生移動 因為有熱 有熱它就會有動的會移動 然後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原材料跟原材料 原材料A 原材料B 碰到之後呢 就開始產生化學反應 那化學反應呢 就會產生什麼呢 固體的副產物 固體的產物出來就會開始形成撥墨 然後撥墨的一開始是 一小塊的Rendom的成績 Rendom出現這個撥墨 就會產生一個金核 就是撥墨要成長成 最小開始 每一個地方都開始有Rendom的 成核狀態出現之後呢 接著就沿著這個成核狀態 慢慢的想 慢慢這樣的細其他原材料過來 慢慢變成一個連續的撥墨 所以它會先產生金核 每一個金核再形成一個導狀物 然後硬堆的導狀物最後結合 就會變成一個連續的撥墨 這個就是整個CVD中的 撥墨生長的過程 它可能的話 一個槍裡 當氣體噴進來的時候 氣體噴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氣體就會是 保證晶片表面擴散過來 擴散下來之後呢 因為大家講過 它是抽吸壓的 它會有在低壓操作 所以噴下來 其實大部分的氣體都這樣 被真空幫助給吸動 只有少部分的氣體 可以擴散到氫圓表面上面來 那其餘的東西全部都被抽出 離開整個反應槍體 那被吹到氫圓表面的原材料呢 就會開始這樣子 氣體原材料吸入在氫圓表面 然後才在氫圓表面移動 移動的過程中 原材料跟原材料之間接觸到了 碰到之後開始產生化學反應 因為它們還是氣體分子 氣體分子不到之後 才會化學反應形成的 就是一個金河 也就是一個朵末的最基本的粒子 然後呢 在很多地方 都形成很多的粒子之後呢 這些粒子就慢慢開始的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然後慢慢就變成一個倒裝 比較大一顆 一顆變到比較大一顆 那一堆一大一顆 就會慢慢的開始成長 成長過之後 變成長過 邊 merge 然後最後就會形成一個連續的朵末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就變成一個連續的朵末 所以你會看到原材料吸入到金沿表面 然後在金沿表面移動 移動的過程中呢 會在表面跟其他的原材料產生化學反應 產生化學反應 產生化學反應就會形成導狀朴朴末 然後導狀朴朴就會越來越大 連其他的原材料吸入下來就會移動反應 然後就會讓這個導狀朴朴末越來越大 連越來越大片 然後最後靠裝跟導狀之間會連接在一起 變成一個更大的平面的朴末 最後從朴末覆蓋這個表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材料先擴散 整個氣流的擴散的邊界層 因為你在清潔的時候會有一個氣流在帶過去 你在衝生中的時候氣流在流動 然後氣流碰到基板表面的時候呢 很重要是吸附並移動 所以原材料是要有吸附的動作 而且還會移動 然後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原材料在表面 在基板上表面移動的能力是表面牽引力 這表面牽引力是吸陰力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很重要的當中 表面牽引力高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原材料吸附在表面比較容易移動 那表面牽引力低就代表什麼呢 我一吸不到表面之後呢 我就不太會移動 我移動比較反慢 那這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最後的填充能力就跟這個有關 填充能力跟震的有關 跟這個有關 那我看一下後面 大家會有移動 你看這樣後面 後面會移動 等一下會移動 所以 剛剛講過 整個過程中 原材料吸附到基原表面 它在基原表面開始移動 而跟另外一個原材料的表面移動 最大後程的話 就開始形成默默 所以默默形成的位置跟什麼有關呢 跟你原材料等表面的移動有關 如果今天你的表面材料 原材料 如果它移動不到另外一邊去 那另外一邊根本就不會有活活的形成 因為這原材料可以移動到大的地方才會形成默默 所以表面切離率很重要 原材料能夠到達的地方 它才有可能形成默默 所以 晶合在成長成為導狀物 導狀物在成長 跟其他導狀物 merge在一起結合 就會變成圓區不破 那 CDD呢 基本上 一般的槍硬片分成三大位 第一個叫長壓器 這個很少見 目前不太會在長壓使用 絕大部分都在低氣壓使用 ABCD就是一大氣壓的CDD 基本上這個很少 很少在用 只有某些實驗室會使用 比如說什麼大氣電降 一般我這個很少在業界看到 業界基本上不太會用ABCDD 因為它品質沒有吃下去的很好 絕大部分看到都是在低壓操作 LBCD跟PG都是低壓操作 不同的是PCD還有電降一方嗎 我們在電降 電降就剛才也講到過 同樣都是CBE 但BASMA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可以在更低溫的環境下 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傳統的叫做LBCD 而PECD是不是LBCD 也是啊 因為電降產生也需要抽針 也是要再低壓 只是PECD用的溫度 會比沒有電降的溫度還要更低 因為LBCD要發生化學 你剛剛講過 CB的氣質是什麼 有人才要心臟表面 移動後遇到產生化學反應 可是產生化學反應需要能量 傳統的LBCD是要用熱的來產生化學反應 但是電降呢 可以靠這個自由氣就可以產生化學反應 它所居然溫度就變低很多 所以LBCD跟PECD差別在有沒有電降 那結果就是怎樣呢 它們需要溫度就是好 那長壓CB就顧名思義 它們不需要抽升空 它就直接衝入反應器 反應器投進去之後呢 就讓它進行在表面移動 並且產生化學反應形成 滑膜 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東西我們沒有見過 LBCD就是要在低壓的表面量操作 一般都在0.1TB到1TB之下 那LBCD的樣子 基本上跟我們的爐管長得很像 都是一個備取製程的 都是長跟大爐管製程的 那所以LBCD它的均體材料 在我加熱製程的時候我們介紹過 整個高溫度的配置 跟CBD模一樣 差別在於什麼呢 LBCD多了一個真空環境 通知反應器而已 其他的什麼加熱線圈啊 NPC啊 然後呢 那個氣流的封印啊 都一股一樣 都跟加熱製程一樣 差不多再多了一個搶壓力的控制器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傳統的LBCD就是一個爐管派 那前面講過爐管會分為三區 靠近什麼呢 一個是靠近外界的區域 一個是靠近氣流送進來的區域 還有一個就是中間的區域 那基本上三段都希望會都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然後越靠近管口 管口方面就是室溫 所以越靠近管口的地方的溫度就越低一點 那越靠近管位 管位是氣體通進來的這個地方 而氣體在通進來的時候 氣體都是室溫 一般的氣體不會是加熱製程的 一般都是一般室溫的鋼鐵 所以氣體在通進來的時候 氣體是室溫 通進高溫度裡面的時候呢 氣體通進來的時候 這就會讓這裡的溫度降低 所以氣體通進來的地方 溫度也會比較低一點 那如果希望就放在這個 那個 今天就希望放在不管的正中央 這溫度恆溫的地方 比如說恆溫區 或者均勻的溫度區 叫均溫區也可以 那一般有ECD的操作溫度 一般都高於650度 不過要看你成績什麼東西 如果你成績的是 非晶系可能500度而已 成績要多晶系 那就是要620到650 那如果你要成績的是 二氧化氣 那可能要700度以上 那氮化氣可能要700到800度以上 所以根據你需要的化學反應所 需要的熱能和不同 你的化學反應所 能量越高 你的溫度就會越高 所以LVCD一般的溫度 基本上都高於5600度以上 至少500度以上 很少看到500度以下的LVCD 至少都在5600度以上 但是電降呢 壓在300度以下 電降就可以壓在300度以下 兩者差很多 兩者差很多 因為LVCD都高於650度以上 那兩個至少5600度以上 所以呢 它的缺點是什麼 一旦沒有清楚成績之後 就不可以這麼容易形成績 因為我前面講過 我們辦公室裡面採用的金屬是什麼呢 早期是鋁 後來變成碳 烏之類的 你溫度運到 就會形成到什麼呢 前面金屬的主持 比如說 或是被熱的 我們在加熱製程都有講過 加熱製程有退火 有金屬化製程 金屬化製程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利用碳的細 利用溫度把它結成一個合徑 或是熱的細形成一個 熱的細合徑 可是如果你帶給它高溫 它這個金屬細化物的 原子結構改變 就會造成組織變差 你原件特質就會不好 所以呢 基本上一旦有金屬層之後 後面的溫度 盡量都不能夠超過四百六十五 一帶有金屬上去之後 我們對後段製程的要求 一帶有金屬上去之後 我們就稱之為後段製程 這是在早期的燈 早期燈把MOSWEIGHT的 進電路製造過程中 製作電晶機 這段的步驟叫做前段製程 電晶機製作完之後 開始要給金屬了 要做金屬導線連接線 或是金屬接觸的 之後的步驟 我們就稱之為後段製程 所以金屬化製程 在早期我們就認定 什麼叫前段 什麼叫後段 一旦開始碰到金屬層 就叫做後段製程 在他就碰到金屬之前 就叫前段製程 前段製程 前段製程就不會有金屬干擾 或是金屬污染 前段製程就只有 R-Site Nitra Silicon 這種材料 沒有任何金屬材料 都是穩定 更穩定一些很好的 半導力材料 跟絕塵材料 但是金屬的熱溫性就不好 你還用高的製程的話 金屬可能會融進 可能會破散 可能會改變金屬 他的階級改變 他的階級改變 那階級是就會改變的 所以一般的 也沒有任何金屬 第一次不用在前段製程 不用在後段製程 好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